6月9號 在烈日炎炎下 香港民眾扶老邪幼走上街頭遊行 反對被稱為送中惡法的逃犯條例修訂 這是香港民間人權陣線 兩個半月內第三次發起反惡法遊行 遊行原定下午3點由銅鑼灣維園草坪出發 遊行到金鐘立法會 由於下午1點左右 維園草坪就已經擠滿身穿白衣的市民 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陳子傑宣讀大會宣言後 遊行提早40分鐘起步 民主派元老李柱銘 前法律界立法會議員吳艾儀 多位現任立法會議員及歌手何韻詩等人 手持巨型反送中橫幅領頭 沿途高喊 反送中撤惡法 林鄭月娥下臺等口號 沿途不斷由市民加入 人潮力18小時達到目的地 晚上9點左右 民陣公布遊行人數高達103萬人 打破了2003年50萬人走上街頭 反對惡法23條的記錄 人特別特別多 全部一家人、小孩、出館章的 坐內衣的都去了 最後太多警察宣布 好像是2點、3個字都起步走了 都走 因為人太多 地鐵裡邊的人都出不來 公園已經滿了 路上是滿了 我是晚上8點鐘走的 還有很多人回家看電視 好的人一直在守到下半夜吧 據王女士反映 遊行結束時 民陣呼籲香港民眾離開 讓出通道 同時告訴民眾 以後還可能需要大家出來 民眾都答應了 可以的 不能什麼時機需要出來的 上街的 隨時都可以上街 民眾當場都答應了嘛 這條法是牽證了每個人香港國民的心的 這是一關兩制都一關兩制 一幾錢的香港法力嘛 他現在重新去法的 這個都知道的 北京可以隨便到香港抓人了 不過晚上10點大遊行結束後 由於香港特區政府回應稱 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將於6月12號 逐期在立法會恢復二讀 激發大批示威者在立法會外聚集 一些青年學生繼續留在立法會示威區 表達訴求 高呼反送中等口號 包括要求與特首林鄭月娥進行對話 凌晨 警方宣布集會非法 要求在場的人撤離 實行清場 局面開始混亂 有人向警察投掷水瓶 全副武裝的特警隨即掉入 他們手持盾牌 緊握緊棍 步步推進 竹片驅離 期間偶爾看見白色煙霧氣體射出 有現場人士說是胡椒噴霧 拒絕離開的學生使用金屬圍欄 構築地盤 試圖與警方持續對峙 有示威者向防暴警察發動心理戰 高舉雙手 鎮臂高呼 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是香港人 還有一位大陸口音的婦女高喊 大陸沒有人權 很多高官貪污 你知道嗎 你們不知道 我是大陸的 我什麼都知道 不要學我們共產黨的大陸公安 凌晨2點多中 警方最終發動強行清場 期間有學生被警察抬走 駕走 被抬走的學生有的不斷高呼口號 最後 示威者與警方爆發衝突 不僅有人員受傷 還有大約百名示威者在彎仔被捕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稱 將對這次的暴力行為 進行全面追究 原香港民主黨副主席 山仲凱分析說 與警察發生衝突的人員當中 有部分可能是中共派去故意捕亂的 有的年輕學生可能上了檔